少年歌行十集,雷虹登场便吃汗,韩依上演《行一年年见》,赵玉珍和该此节。 少年歌行第二集第十集预告已经放出来了,最新一集看得出来将主要围绕李韩依和赵玉珍的过剧展开,而在这一集之中,有一个重要人物也要登场了,他就是雷无杰的师傅雷虹,下面一起来分析下吧。 雷虹登场便吃汗 就官方放出的最新预告来看,在李韩依和赵玉珍比剑之时,山下雷虹出现了,他也是来找赵玉珍切磋的,但是来得可真不凑巧,碰到了赵玉珍和别人比斗。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不凑巧,他看到了此生难得一剑的剑术比拼,尤其是李韩依的绝世身姿深深吸引了他,从一个雷迦天才硬是秒变成吃汗。 而等两人比剑结束,他就上前去和李韩依搭话,结果李韩依却对他不感冒,哪怕知道他是雷家宝的人,和自己同宗一脉。 也没有什么客气可言,但是雷虹却从此对李韩依念念不忘,还因为看到了两人的剑术,不惜违反雷家组续也要练剑。 02.李韩依上演情一年年剑 从预告来看,这一集重头戏就是李韩依和赵玉珍比剑,而这里也不得不说官方有心了,特效非常绚丽,两人凌空比剑,其中李韩依使用的是月曦花尘。 赵玉珍,赵玉珍则是青城爵士剑法吴兰剑,最后两人更是紧贴在一起上演了一场情一年绵剑,这里赵玉珍应该也对李韩依动情了,毕竟谁让李韩依是一个大美女呢? 是个人恐怕都喜欢李韩依这样的美女,之后两人比剑结束,李韩依临走之前对赵玉珍说下次她上山,赵玉珍便要跟她走,显然这是吐露了自己的情谊,但是赵玉珍却并没有想好是否随李韩依下山。 03.赵玉珍和该子姐 李韩依是吐露自己情谊了,希望下次自己上山时赵玉珍能跟自己下山,但是她却不知道赵玉珍不能下山的苦衷。 青城山的老天师吕素珍早有预言,赵玉珍不下山可保青城仪式称盛,但若下山,不但青城基也不稳,赵玉珍的生命也不保。 因为青城都是信道的,所以赵玉珍虽然心里不是很信,但还是选择按照老师的要求不下山。 可她最后还是下山来,她下山只有一个目的,那就是救自己的爱人李韩依,在萧瑟雷无解等人入雪月城之后,雪月城的瓶颈就被打破了。 李韩依,李韩依看到赵玉珍的弟子也就想到了赵玉珍,没多久就离开雪月城去找赵玉珍,这一去李韩依是想和赵玉珍一直在一起。 但是隐藏在暗中的敌人可没有想过放过她,最终赵玉珍感知到李韩依有危险,毅然下山,谁都拦不住,这其实也可以说赵玉珍和该子姐。 正应了当初下山必死的预言,但她此次下山也总算把自己一中人给救下了,最后在李韩依的怀中死去,也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书迷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